越南政府上月宣布暂停大米出口 令这个全球第三大大米出口国的上百家出口商损失惨重 大量大米滞留港口近一个月已经开始变质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作为越南最大大米出口商之一 阮光华如今因出口限制而面临破产风险 他已经让400名工人停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港口 装满500个集装箱的带出口大米一天天坏掉 如果无法按时交货 进口商可能最终拒绝旅行贸易合同 他的1300万美元银行贷款可能因此违约 他们也许还得扔掉所有变质大米 花更多钱清理它们 目前的公司正在走向崩溃边缘 彭博社报道 与阮光华有类似处境的企业超过100家 在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 越南3月24日宣布暂停出口大米 不到三周后决定恢复出口 但在4月11日开放曝光程序后 出口商在不到三小时内 用完4月份总计40万吨的出口配额 数十万吨大米仍然滞留港口 即使扣除上述配额 越南出口商还有130万吨大米未按协议交付 按照彭博社的说法 越南政府限制大米出口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库存不足 但因为国内米加上涨 收储难度加大 当前库存仍未达到官方预期水平 一些出口商担心政府出台更多的出口限制 因而不再签订新的出口协议 然而由于出口的大米配额有限 还有许多家大米贸易商没有拿到出口许可证 成千上万的大米集装箱滞留在越南港口 扣除40万吨大米配额之后 目前估计还有剩余30万吨大米在港口 等待下一个出口机会 但糟糕的是 这些滞留在港口的大米开始变质了 例如越南最大的大米出口商之一 不得不选择扔掉500箱大米 同时越南大米贸易商还要向运输公司支付赔偿金 集装箱费用 以及因为未能履行出口合同而受到的惩罚 该国大部分大米出口商每天损失金额多达14000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早先由于世界多国收紧粮食供应 越南低质大米的价格一度飙升至每吨424美元 然而目前等待出口的大米 却只能因为变质而白白浪费掉 也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不知道这些大米公司会不会为了弥补损失而涨价呢 小蜡有英状 小蜡有力的散率 从小蜡有 sein 爸爸很喜欢 必食 独够 hvor